PS5相当于电脑上什么级别的显卡 你不会以为索尼会给你配一个3080Ti吧 现在索尼PS5已经恢复了原价3899 目前电脑的显卡也基本上恢复到了原价 还可能会更便宜 那么对于这种第三方全平台的游戏来说 如果用电脑玩游戏 买块什么级别的显卡可以和PS5一战呢 或者说差不多呢 我最近要给我的台式机升个级 做了一些调查和各位分享一下 仅供参考 现在是2022年的8月初 首先我们同步一下认知 PS5上大部分游戏输出的是4K60帧 游戏画面是中高特效 但游戏实际运行在2K60帧的会比较多 那我们在电脑上做对比的呢 也是对比2K1440P60帧 中高特效的游戏需要什么样的显卡 需要的显卡是3060T起步到3070T 这个区间显卡的价格是3000到5000 这个和配置有关 同样的芯片也分盖板和旗舰 顺便说一下 如果想在电脑上痛快的玩1080P高特效 60帧或者更高帧率 需要什么显卡呢 一块1660S或者1660T就可以了 价格是1500左右 再好一点也就是RTX2060 2200左右 如果电脑上的4K游戏 那就得3080起步了 现在RTX3080的价格是5000多 在视频的最后和各位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这个2020年底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时间 PS5是2020年底上市的 今天我研究的显卡RTX3060Ti 也是2020年底上市的 还有一个就是苹果的M1芯片 也是划时代的 也是在2020年底发布的 所以说2020年底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点 苹果电脑从2006年就开始用英特尔芯片 一直到2020年用了14年 PS4是在2013年底发布的 到2020年也过了7年